尊敬的崔玉英副部长 尊敬的周恩仲大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中美合拍 影片我们诞生在 中国今天在这里 举行荣种各位来宾各位合作 大家下午好 2014年4月的 欢迎三位 我们诞生在中国 特殊的诞生时刻 诞生时刻是什么意思 这部电影是可以说是一部 中外影人 精诚合作的一个电影 它是由SMG上市影来 与我们一起见证这样的时刻 以及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上市影业执行 董事总经理陈思哲 华特尼时尼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主席张志忠 请三位一起 跟我们来到舞台 不是生蛋 是诞生时刻 很简单 一会儿工作人员会 给你见证我们诞生在中国的 蛋 二 一 这三个诞生了的动物 也就是影响部的主演 好 请六位留步财猪 好 谢谢 your favorite animal and hold it 那么接下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拍照的事情 this endangered precious animals 那么 谢谢我们战众 如此 Normal的 我们来到这几个小学生的 同时呢,SMG上市影业以及迪士尼自然也得到了来自当地,包括中国的政府的很多支持,所以能够让我们进入到这些自然保护区里面。 工作我已经做到了,这是我的最自豪的时刻。 她说,从我最自豪的一个时刻。 Thank you, thank you, Royal, and congrats. 陆导在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曾经提到,你还形容这个电影陆导。 我其实应该说,拍摄过这种东西是有点宝贵的,但是我其实用的更多的是一个疯狂。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概念。 故事片,当迪士尼的团队来聊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点子。 也是因为这种疯狂,再加上我又对野生动物非常喜欢,所以我愿意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但是这一作,我没有想到三年就过去了。 对,对,对。 出生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春去秋来,春去秋来,好多年过去了。 我出生了,我是美美。 这是桃桃,这是羊羊。 我们,我们,我们诞生在中国。 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是我们的最爱。 我们想跟着妈妈走天涯。 妈妈最棒,爸爸也很棒。 哈哈。 轻轻,抱抱,再抱抱。 可是,世界那么大。 我们也想去看看,去认识几个朋友。 这个朋友,某某的,风风的。 还有,小公主。 妈妈要拉我们回家。 这时候,我们只想静静。 找机会开溜。 联欢的吧。 精彩的世界也很无奈 我们遇到坏人 坏天气 从前的几个哥们 各自都袖手旁观 有的陌生人看着很危险 妈妈总会及时出现 抱抱 再抱抱 即使我们长大 出发 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想问问周旋 很多 长这么舒服配完了之后 其实 其实我也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在配之前 就看了这个电影 然后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真实 而且说的都是家庭 母亲 亲情 还有中国的轮回 这个思维 所以就是你看完之后 你就会说那些 就是当时小孩的时候 母亲是什么样的态度 她处在你什么样的环境 然后小朋友的时候就自然的就就就就会有一些一些声音出来 对吧 就是配一个小胡子 陶陶陶 陶陶 陶陶 还有小熊猫 这时候就就自己长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对 但是母親是比較想像 你會想媽媽對你的愛 那比如說打碼對她的孩子 然後她要去捕牛的時候 其實她的爪子被那個冰塊的石頭也傷了 所以她就 她就沒辦法 她抓不到 就那個我挺非常的直接 我看完電影我都 然後我說這個電影是路導演拍的嗎 對 就是會 就是在她以前的電影裡面是沒有看到過這種神情 就是 就是用了一個不同的視角 就拍動物的視角 不同國家的人來到中國拍中國的動物 然後就不同的視角和畫面的呈現 跟我們小時候看的是 動物世界是有些不一樣的 對 對 中國的思維方式 輪迴啊 像仙人會出現 嗯 嗯 嗯 你怎麼 你對這個怎麼回應 很好啊 因為我覺得我其實 總會進入這個行業裡來 其實我希望自己的每一部電影都是能夠做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那正好做這部電影其實有一方面做 我覺得有點像一個輪迴 嗯 因為2004年的時候 嗯 2004年9月 把聲音送到美國 然後這個這個 當時 肉依給我寫了一個郵件 然後 聽到了 在 在 聽到了 然後呢 不寫了一個郵件 他覺得 他覺得非常氣派 他覺得非常非常激動 他覺得真的是很好 對 讚與友嘉 怎麼回應 我覺得是的呀 哈哈哈哈 完全完全接納啊 相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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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啊 就是有 好 好 其實在我們整個製作過程中間啊 在最初的劇本裡面是 應該說是 除了雪豹以外 是另外一批 但是呢 因為在製作過程中間呢 就是 就是 我跟迪斯尼的這個團隊 那時候也在商量 就是選擇 什麼樣的這個動物去拍攝的時候 其實是 破費了很多周折的 那麼 在我們中國人來看 可能我們需要選的話 可能像 雪豹啊 然後 東北虎啊 我當時選的像 雪豹東北虎 楊子樂 還有什麼 普世野馬 都是一些比較 就 把 在中國 各種 能夠cover整個中國的一些 但是呢 後來在DC團隊在聊的時候 他們覺得 因為他們覺得這部片呢 將來是要做 對全球進行放映的 那麼 在中國以外的觀眾 他們認可 認可 認可的 或者接受的 代表中國的動物 熊貓是第一類的 所以他們 國外觀眾會 覺得奇怪說 一個關於中國野生動物的電影 有沒有熊貓 所以呢 這是一個相互商量的一個過程 這個非常嬌小嬌美的東西 然後 你的聲音是 有點磁性 可能來說 不知道有沒有 小的人說 有點像男孩子那種聲音 有嗎 有 有 我在房間 比如說出去工作 比如說打給總臺的時候 經常會說 你好 周先生 有的 有人把我聲音當成男孩的 我們當時選擇了周老師 也是因為小周 周老師 也是因為他那個 嗓子 就是他有這個特製 我們稱之為煙酒嗓 哈哈 沒有 那就很性感那種 很中性的 然後很純厚的那種聲音 對 但是這部影片 剛才那一句告白片的時候 就是我們後面的畫面 因為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肉眼就說了 他說他聽不懂 小周在說什麼 但他感覺到就很性感 對 這邊想問一下 這篇人 之前您拍的都是動畫生意片 然後這一次 反正我們倆就是配的時候 就是他在裡面 我們在外面 然後我們也有交流 其實我最 我就不說要求 因為我們就是 一直在商量怎麼去玩做好 其實我就說說我的擔心 因為我最開始是有些擔心 是最 我覺得音質音色 塑造人物 塑造這個情感 表達情感 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就是小周的最強項 其實在工作之前 我最大的擔心 是幽默的 因為我覺得 就是小周演的所有的戲 都是在我看來都是掏心掏肺 苦打仇深的 跟我有點像 所以我們倆這次都能 共同地幽默起來 輕鬆起來 這個是我們共同面對的難題 但好在這三年的過程中 我跟Roy Roy是一個超級鬥的一個人 你知道嗎 超級非常搞笑的人 然後他們會給我很多很多的這種 這種幽默方面的教育 然後 我覺得我也在追尾被打開 那麼這次合作 其實我 我很驚奇的是發現 小周其實是一個很棒的段子手 她可以很柔和地去講笑話 然後把你逗笑的 又覺得很不過分 然後很棒 我覺得這個是小周的一個 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唯一 一個特點 我覺得她完成得非常好 對 其實我挺逗的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導演 就是說 可能在這三年當中 就我之前幽默感覺特別特別差 像剛才我那個 其實我想逗大家笑的 就是但是大家也沒笑 對 但是因為那個故事的畫面 本身就它會激起你幽默那一塊的 因素 對 所以你就 我們也是一邊錄一聽 一邊交給我 說這兒要有點怎麼樣 那兒也要怎麼樣 就是要討論之來 其實我們是請了一位叫做 John Krindinsky的 漫威的角色演員 她的聲音也是很有戲劇張力的 是一位男性 那John跟我們的劇情也很有共鳴 也很能夠理解我們小動物們的心理 他的表現也非常出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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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